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教質量跟密度 第一個呢 是質量 質量就是用國中生能夠理解的話 就叫做物質的量 就是箱子裡面有幾顆球 這裡面有多少東西 這種解釋國中生比較聽得懂 重點 一般在發生變化的時候 東西的質量是不會變 讓三態變化 事實上未來會教化學的質量守恆 反應前反應後總質量不變 三態變化 冰融成水 水變成水蒸氣 總質量是一樣大 這個就是所謂的薄一合金 就是現在公斤的 元氣放在 巴黎度量很矩 那個玩樂就叫做一公斤 他就是標準 他就是一公斤 跟他一樣的重點就是一公斤 就是跟他一公斤 OK 我一合金 公斤元氣 聽說 我講一下 我跟你寫這個 這個標準要換 這個要換 好 這單位 講過了 克 他是千克 一公斤是千公克 好要克 我說好是什麼意思 好是千分之一 好或者是千分之一公克 我們國中幾乎都只用公斤 KG跟 金 其他的金都沒有碰過 其他都沒有碰過 公斤 國三用的都是公斤 國用的都是公克 大家看一下 我們 如何去測量質量 用天平 天平很多種 有上米天平 就是我們 實驗室用的 有等壁天平 三糧天平 跟電子天平 我們用天平來量質量 很多種 第一種叫上米天平 就抄上面字就可以了 上米天平 就是我們在實驗室用這種 我們在實驗室用這種 上米天平 還有等壁天平 這個我們沒有在用 還有一個叫做三糧天平 這個基本上我們也沒有用 還有一個電子天平 老師的桌上有一個 讓老師去配藥品的時候用 電子天平 好 重點 天平的使用 重點是如何使用天平 前面跟各位講過了 所有儀器的使用的第一步都是什麼 歸零 所以 天平一樣拿來先歸零 怎麼歸零 旁邊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校準螺絲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校準螺絲 旋轉他調整他 讓他能夠 指針指在中間 可是天平因為他也很靈敏 他 停下來很難 所以有時候他左 左擺右擺的幅度是 一樣的 也可以 要慢慢動很久 然後呢要怎麼調 要看指針朝上還是朝下 指針朝上偏右 跟指針朝下偏右 哪邊中的結果是 不一樣 比較一條 這個天平 指針朝下 現在呢 向右邊偏 所以我就要調校準螺絲 請問你 我如果要調左邊的螺絲 我要調左邊的螺絲 我應該把左邊螺絲 選項有人是講旋路 旋出 轉進去轉出來 有人就寫向右或者是 向左 請問你現在我要動左邊的螺絲 現在現在哪邊太重 指針朝下 朝右誰太重 左邊或右邊中 左邊中 左邊太重了 我要調左邊螺絲 請問你 我要向右條 還是向左條 我要向右條還是向左條 第一組 陳真 起立 向哪邊調 向右邊調請坐 答案 你把左邊螺絲調到最右邊了 他還是歪的 那你就知道調什麼 調右邊螺絲對不對 那請問你 如果你要調右邊螺絲 你要把它朝向右 還是朝向左 第八組 許永恆 許永恆 起立 我們叫什麼 起立啊 你的右邊螺絲 左邊螺絲調到最右邊 他還是歪的 還沒有歸零 你要調右邊螺絲 你要調右還調左 是嗎 左右都調右喔 左邊向右條 右邊也向右條喔 所以他向左條是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 好請坐 答案 我今天早上看到隔壁班老師在上這邊 他寫了一個口訣 什麼左進 左中右進什麼東西 我沒有口訣 有口訣想學去隔壁班問 我有口訣 我沒有口訣 反正就是這樣 這憑常識就知道的事情 這憑常識就知道 做敲敲板啊 往前走 往後走啊 哪邊中啊 這嘗試就好了 這個還有什麼東西啊 戴車務放左邊 重點 戴車務放左盤 房碼放右盤 為什麼 不為什麼 大多數人是右撇子 所以右手拿法碼比較 順手 這是為右撇子設計 左撇子就不要哀怨 這是為右撇子設計 我們用的 當然我會再講一次 我們用的這種喪禮天秤 你搞錯了沒有關係 你放錯了 答案還是一樣 當我 當我會問 當我會再講 可是 當我再有起碼的就不能搞錯 因為起碼的質量是放在 右邊的 如果他有起碼就是不可以搞錯的 他放在右邊 OK 戴車務放左邊 把碼放右邊 然後再度平衡 就對了 你看看你 把碼放幾個 就幾個 加起來 就對了 再來就對了 好 所以戴車務放左盤 把碼放右盤 再度平衡 就對了 來這 拿一個過來 沒用 不會平衡 再拿一個過來 重新平衡了 表示兩邊一樣重 當然我們做的時候是倒過來 代測物放這邊要放好 我知道的是砝碼的重 所以正常的地方是你先放A跟B 然後就看砝碼看它多重 OK 但是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 不是 因為我的操作是錯的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大 可是怎麼樣 一樣重 不一樣大就是一樣重 那還有 這兩個東西一樣大 可是怎麼樣 不一樣重 為什麼發生這種事 這個就是 未來要交的所謂的密度 密度 因為密度不一樣大 因為密度不一樣 所以雖然一樣大 雖然不一樣大 可是一樣重 雖然不一樣大 可是一樣重 這是未來要交的密度 天秤的測量步驟 剛剛講過 有些基品像這個就是三良天秤 它上面有一排騎馬 騎馬 通常的刻度是0.1公克 10公克分成100格 一格0.1公克 但是如果考卷上的題目 它代表幾公克 你要看題目怎麼寫 你要看題目怎麼寫 OK 騎馬的質量都是加在右邊的 你騎馬上面顯示你加了2.5公克 這2.5通通加在右盤上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天秤有騎馬 你就不可以放錯 一定要代側或放左盤 法馬放 右盤 不可以放錯 聽懂嗎 就不會錯 當然考卷上會有人故意弄錯 然後再問你東西有多重 故意放相反 你就不管怎麼記得 不管它怎麼做 起碼只要加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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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三亮天秤 三亮天秤沒有法馬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起碼 講義上有個字要跟你寫 它大概各有幾個各個你自己看 這個上面是10公克 下面是3公克 下面是0.2公克 10加3加0.2 就是13.2公克 這樣三個把它加起來就對了 就是三亮天秤 來做 好 我剛剛講過了 待側物放右盤 法馬撞左盤 測量的結果還會一樣嗎 這要做第二組 王儀 會 起立 起立 我看不到你 我要照到你 你說什麼 會 會 一樣 請坐 沒有 但是請你養成良好的實驗習慣 因為有些東西是會有影響 我講過有騎馬的一定會有影響 所以 起立養成正確的實驗習慣 帶側物 放左盤 法馬放 右盤 就是 質量的測量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兩個體重不同的玩 敲敲板 有人太重了 凹下去了 陷下去了 他要怎麼做 才能夠讓他變成平的 第七組 第七組 現在要找林平香 舉例 那個胖子 要靠近裡面做一點 還是往外面做一點 才會讓那個敲板變成平的 不會有一邊陷下去 陷下去 靠近裡面做一點 請坐 這跟校準螺絲的原理是 一樣的 我剛剛那天講過說 那格力老師有什麼口訣 也不用什麼口訣 根本就生活 常識了 根本就生活常識了 一樣一進來一進去 生活常識就好 這當然未來的三年級 他會變成所謂的立舉 所以先計算 再說了 基本上他就常識 請問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有問題了嗎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有問題嗎 沒有 使用天秤注意事項 量化學藥品的時候要用撐良紙 不要讓化學藥品直接沾在那個襯盤上 那你歸零的時候要連撐良紙放上去一起歸零 所以像照片上所顯示的 放撐良紙一起歸零 放撐良紙一起歸零 拿把碼的時候要用鎳子拿 不要拿你的奶油桂花手去拿 你的奶油桂上面有油 有油污有什麼之類的 會讓他生鏽 會讓他的質量會不準 所以要用鎳子去拿 鎳子去拿 這個都是你們 你們禮拜三要做實驗要做的事情 你們禮拜三做實驗就要去量質量 就是禮拜三做實驗要注意的事情 OK 拿鎳子去取砝碼 避免砝碼生鏽或沾到油污什麼什麼之類的 種的東西放在中間盡量集中擺在一起 種的東西放在中間盡量集中擺在一塊 擺在一起 蓋車霧放在中間 擺在一塊 這個是顛倒錯 什麼意思啊 平常的情況是 哪一個代色物放在左邊 開始放砝碼 放到兩邊平衡為止 好 錯完了 可是量藥品倒過來 我請你去量5公克的碳酸幹 倒過來錯 先放5公克的砝碼 再開始後你往這邊加藥 加到藥品跟砝碼 平衡為止 所以量藥品的時候 次序是跟 原來次序是 相反 是先放砝碼 再開始貼 再貼藥品 讓那個藥品跟砝碼一樣重 就是注意事項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停還有一點點 任何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 原則上是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天平 天平的測量結果也都一樣 請問你 在喜馬拉3 在月球 在地球表面 使用天平測量 結果有沒有不同 沒有 大家都一樣 但是 失重狀態 不行 失重其實不是沒有重力 但是我們國中就不解釋 就是 沒有改變重力 像太多船 太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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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船船 這個不行 這原因是因為 真正原理是 利區 這個 後面才會消 所以失重狀態 無法使用天平 但如果可以使用 大家結果是 一樣 可以嗎 可以 小朋友 下舟